随着何伟友、罗贝托、夏初等人先后官方加盟国外、恒大、中国足球的球员规划暴露,也终于有了初始阶段的成果。 这些年轻的规划球员,他们的过往怎样?实力如何? 请看直播把为大家带来的规划球员报告栏目。 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布朗宁。 布朗宁曾在外门看好征战英超,布朗宁于1994年5月27日出生于英格兰的著名城市利物浦。 不过,他的外妻妇是广东人,女性是出生在英国的华语。 因此,他符合三道里内华语直续新手的规划条件,与联被托,消除一起加盟恒大。 据心,他的规划手势,正在帮你之中。 不出意外的晃新造计,他将以内人的身份入球的效率。 布朗宁从小就对足球产生了能后的兴趣。 他在十四的时候,与联盟了埃福顿的亲戏名。 然后,在这里逐渐在各级梯队展对头角,作为青年度的重要成员。 以中日出战的他,曾在十二年十二月三十的圣诞新年赛程期间, 入选了埃福顿的一项队名邦,地震性爱兴,不过没有获得冬场。 期间,他曾经就加盟应战绝对为刚进去, 有过二场比赛的冬场记录。 回到埃福顿之后,他在十四、十五以及十五, 十六赛季获得了各项算是九次的一项队经历。 并在地震同城死敌的德比赛中,拿到了英超首秀, 帮助球队一,与战停对手。 此后布朗宁连续两个赛季被外租, 分别代表普雷斯队与方德兰出战。 在十七、十八赛季, 他在英贵连赛中,登场二十七次各项二世登场二十九次, 算是球队防线上较稳定的登场球员。 并于规划,布朗宁还是展现出了很好的适应。 此前他曾在各文社交媒体上, 送出了春节的祝福。 从一,布朗宁又康哈斯特春, 送来新春祝福在国交队层面。 布朗宁此前曾是英格兰U17、U19, 以及英道林国交队的成员。 一共没有英格兰校历史三场比赛, 只是没有取得进行。 其实,在布朗宁初到初期, 他曾经被诸多类人, 看好被在英抄打出属于自己的天地。 在十四年, UFPN的媒体, 曾谈见了此后几年, 会被英抄展现相复的十名球员。 布朗宁就以路德, 普拉斯、马安普德、 布朗宁阿斯玛等人一起入选。 只是, 与球杨人相比, 他并没有对线一须, 虽然不高, 但他是一名很有硬度, 且投钱不错的中尉布朗宁的身高, 只有181厘米。 正乱的身高对于一名中尉球员来说并不出色。 不过, 世界则谈此前并不缺乏哪个中尉, 像卡曼·瓦罗、 科朗德巴等人, 都曾经凭借着自己不服的身体素质, 养好的硬派, 出色的防守技术, 打出属于自己的天地。 一, 成功位置中尉, 和克创运后卫布朗宁以中尉出道, 但是在比赛中, 也可以出任任后卫, 他只愿生涯于线队的手袖, 就是以右后卫出战, 对阵地运谱, 图二, 布朗宁主要的位置是中尉二, 有一定的投球能力身体较为正数, 这样布朗宁拥有了较为出色的对抗能力, 而且, 就为一名中尉球员, 他在定位球进攻中拥有自己的优势, 虽然在较少次数的英超, 以及超过30产的英过元素中, 能够取得进球, 但是, 他的投球进攻能力还是有保证的, 图三, 用二三联赛布朗宁投球得分, 当时安福部六, 林图书这次图四, 在具权队正比利亚尼戴尔的热身赛中, 他投球进攻, 根据体台招待的消息, 在热身赛代表恒大登场之后, 布朗宁已经得到了球队的认可, 虽然不高, 但是投球能力较好, 而且对他能力很强, 这就是恒大内队给予的评价, 三, 较为出色的对抗能力, 但在欧洲层面技术性密度, 一般正如前人所说, 布朗宁拥有较为出色的身体素质, 这让他可以在残暴中拥有一定的优势, 只是, 布朗宁在身体具备优势的情况下, 在欧洲层面他的技术性密度, 还是显示出了一定的短板, 图五, 明明二三联赛中, 布朗宁将微却地完全展现纯胜图可以看到, 在后场问球之后, 布朗宁依靠身体上的优势, 摆脱对手单网, 但是, 这时候, 他套球伤大展现出了自己技术性密度上的固族, 后续为了控制皮球, 滑踩奔归, 在恒大或先做轮化, 使球队防线用来改造的远元,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一周杯上, 国足代巴强政中营, 三处于伊朗, 比赛过程中, 国足三名中日, 均出现低级失误, 让人无比失望, 就有在宜定层面, 突显出了目前本土球员存在的队层, 冯清廷等人已连过三十岁, 终身带领内全能得到稳定登场机会, 并有一点实力的就是时刻, 而刘雨宁, 该准利等人, 则还存在着多多的不足, 二十岁岁的布朗宁, 已经不是所谓的年薪球员, 但是能完成变化, 很可能就是他的脊胀力被看重, 自救, 在阴光素产经过联系的垂略, 还是能体现出他的特别与能力, 除了S3里布朗宁的数据, 从S3数据来看, 布朗宁的身体, 和球员式, 还是较人不错的, 虽然在欧洲层面他的技术性力度稍微不足, 但是从数据来看, 他传球时, 传张是九, 停球是八, 盘败是九, 技术也是九, 属于中规中矩, 与本土球员进行对比的话, 他还是具备一定的优势, 冯兴廷, 张成林, 年过三十, 能发与张林鹏的相变开始增加, 金英璇已经离得, 在最近两个赛季横大的防守能力下滑较为明显, 十八赛季的联赛端球数, 居然达到了36个, 因此, 在高者密等人加盟之后, 布朗宁与其将成为横大防守换血的重要举措, 结果, 结果布朗宁没有在安抚顿的一线队面的位置, 在英贯赛场也只得败了30多场的断裂, 不过, 24岁的他还是有着自己的特点, 对他的能力不足, 且投球有一定的优势较为关键, 而在高中赛场上, 生险不足的技术, 与本土球员比较起来, 有稍微的一点优势, 一出意外, 布朗宁与高者密等人将成为横大防线冠写的重要举人, 新赛季, 他们或先从连转开始, 只要能拿出好的发挥, 很可能就会获得稍微机会, 推荐一下阿甘廷国家队赞助商量国体力, 是个看球的好地方, 张超可以看笔封预测和直播。